万华大闹热FB换头 高喊万华加油不要污名化万华 却坚持武汉肺炎 病毒才是敌人 武汉是不是台湾人敌人 万华大闹热FB有换脸书投贴高喊加油活动 我看到凤传媒黄信韦报道第一句话武汉肺炎就觉得台湾人对罗尔斯正义论无知之目真的无知 其实我之前就说过 台湾人怎么操作仇恨启示 仇恨武汉也会仇恨万华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有备忘录要求个机关彻查移除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指涉 任意起源地理位置称新冠疫情会助长仇外情绪 为何一堆台湾人就是不懂 先给疯传媒上一课 无知之目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原初状态 也就是一张白纸下 你不具有现在的一切 包括你的父母出身能力 你愿不愿意接受某种规定或限制 举例来说 过去英国限制男人才有选举权 在无知之目下 这些男人还会觉得公平吗 因为你有可能是英国女人而没有投票权 当这些人喊病毒才是敌人时 却坚持武汉肺炎 也就是病毒的起源那里才是大家该恨的地方 那有些人认为万华才是这次疫情原爆点 不也是根据你们的逻辑吗 再说一次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个机关彻查移除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指涉 任意起源地理位置称新冠疫情会助长仇外情绪 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可以避免武汉肺炎 英国变种 印度变种乃至污名化万华 坚持仇恨武汉的台湾人懂吗 坚持武汉肺炎的人喊万华加油 骨子里并没有真的把病毒当成敌人 他们真心话是武汉人才是敌人 套美国总统拜登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 这些坚持武汉肺炎的人骨子里就是歧视 也许这些人是习惯成自然 真的不歧视 那觉得不应该强调万华时 为何要强调武汉 我不污名化万华 我反对武汉肺炎的称谓 这两件事的同一个道理就是连美国总统拜登所言以起源地理位置称新冠疫情会增长仇恨 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无法从历史学会教训 过去许多台湾人仇恨中国道污名化武汉的行为 也必然会发生在万华及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身上 因为这些台湾人的行为就是你们叫他们的 Blackjack 2021年5月21日 美国关于种族歧视的转型正义是禁用中国病毒 武汉肺炎